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能达到平等了 最起碼能达到柔软的智慧 这个人也不容易 他也挺难的 或者从很多角度 考虑他的难处 你知道经常为别人 考虑你会觉得你特富有 那种感觉时间久了 你的心就会变得很富有 你就觉得 你永远是好像 然后你就不想 然后你缺什么 你好像啥也不缺 人家 你好像就是永远是在 不是厉害 他是你考虑 你看他多难啊 马上你就觉得你不难 其实你就不会那样比较 其实想也不想 任老师站在他的角度 然后你心里就不那么难受 对 老师来说 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对待一个人吧 比如说他有种说 他分三种状态 第一种呢 就是亲密关系 就是交流的比较密切 也比较喜欢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人讨厌嘛 然后你也跟他争吵 而说最可怕的 其实第三种 当他是透明的人 就是他存在了 但是我不理他 冷漠 你知道我们经常对自己干这就是吗 你视自己为无物啊 你知道我们经常 因为你们 我们是活在这个里面 把自己 把这个当成自己了 所以我们永远是观察周围的事的 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很讨厌的时候 其实你对于自己这个身体的意识 对你来说 也是个外人 其实你这也是四大嘛 你能不能旁观你自己那些 你对自己怎么样 你跳出来看 你不过就是这个身体的酸麻冷藏头 或者这个肉体的烦恼绝受嘛 然后你就很爱护自己这个肉体 然后他也难受嘛 他也是个肉体嘛 他这个肉体 这个是这个高高低低的难受嘛 所以他就执着了 他思想 但你这个肉体难受 你不也很在乎自己的角色嘛 你说哎呀 我这儿躲着一口气 马上就觉得是受委屈了 或者什么 然后就去恨他 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假象 这个东西是个肉体 说嘛 你知道这就是个身体 是不是 你有时候也不再管他 起了情绪了你才管 有病了你才管 没病没情绪 你根本就不管他呢 就是冷淡嘛 你脑子里永远住在外边的人 就是一个事实 你啥时候对自己 不是透明的 不再不理会自己的身体 身体长长早早 找歪了或者长成啥了 或者远都不舒服了 你才会关注他一下 早外前的一段时间 你从来没关注过他 你从来不管你自己 其实人对自己是最惨的 因为你的意识 永远住在那个对立面上 对于是管他 管这个管那个 管你喜欢的不喜欢的 然后去关注其他 你从来不返回来 关注关注自己 关注到自己的时候 然后你去爱护自己 大家说不是说 爱护不是说多怕事 或者修理修理 然后自己坐在这 然后你知道 你的委屈 你的所有的觉受 在身体上生起来 不就是个觉受吗 来受也罢 开心也罢 烦恼也罢 快乐也罢 都在这里边 坏起坏面 然后你就不要动 反正这就是个外人 然后你就看着他 因为佛说这不是你 那不是你 也不是他 他那个也不是他 但是你先不要管 先关自己 然后就是个外人 你主要不心疼自己 不老觉得自己了不得 然后看着 然后把自己瞧好了 再看一眼再看看别人 他跟你有啥区别 他不也就是 上上下下 开心快乐 开心快乐 整天在那 孤独寂寞或者什么 就那样 他当你透明的 他当你不透明的 又怎么样 但这都要序列时间久 就是先看自己 包括佛经里面 佛在说法的时候 说啥 你先看自己这个世大 不要是先去观察外界 翻回头就看自己 翻回头就看自己 看自己这个机器啊 就乱七八糟的 一会儿这儿痒痒 一会儿这儿堵了 一会儿那儿难受 然后呢 你就定义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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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脑不定义 它不就是个新成 待些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 然后气脉堵了 不就是 我们的气脉 是不断的 你看我们的每个细胞 就像宇宙大爆炸 那个 哗 爆炸 爆炸 然后这个爆炸里边 有瘟吗 你明明混 然后这个里边 生成光跟声音 就一开始 比如说每个细胞 不断地在爆炸 分裂 每个细胞中间是空的 不断地爆炸 形成 瘟啊 哼啊 声音啊 光啊 你知道人家爆炸的 很正常 形成 形成三千 三千 每个细胞不断地 每分每秒不断地这样子 每个细胞形成 大概就这样 只是你的头脑 参与了 参与了每一次的爆炸 如果你不参与 知道 如果比如说 平时我爆炸的好好的 每个细胞都在爆炸 我就这么看 突然有一段时间 我心情特了坏 我就下了电影 我受伤害了 好 这个爆炸里边 就有了负能量 好 我这个爆炸就失败了 就得病 是你参与进去了 是你的自我参与进去了 所以 这个身体有问题了 知道吧 但是有问题以后 你知道 如果一旦形成 已经气质性变变了 就是已经这个肺啊 干啊 或者什么坏掉 但是轻微的气脉毒 是可以治 一旦坏掉以后 你必须先不动 你不要在这个过程中 就急于说 我要改变它 先把它当成化 就先回去 回到源头 翻回来 重新制造 也给你出来 重新爆炸 但是这个需要 你回到源头 翻回来 再重新做 就起始回生 才是这样的 但这个就 说远了 你们还没有这个力量 但所有的一切 都需要你们的专注 专注的目的 就是一开始 你们训练的五五啊 五五啊 品质这些 都是需要的 否则就是将来 一旦打开这一点的话 你们会 真的会出问题 会干坏事 真的会干坏事 干什么 出来你厉害吗 你磨到吗 你打开了 你所有的细胞 都打开了 你的脉龙吗 就是我们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 我们可以 用另外的力量 包住你 但是呢 有的人打开 它出去 太自我 就是对品质的要求 很高的在这一点 否则不允许嘛 不允许传了 你的品质上不去 你砸能接这些东西 这样 但是肯定大家 到不了 但到不了也 最起码不会 用自己的能力 去害得 能达到这一点 但是这个有时候 谁也希望成为一个 能够利益 到很多人的人 是吧 它就是 慢慢的 就是你会 随着修行 你突然地认知自己的 很多东西 这个也是修行 并不是说 这个人就 一定要怎么样 其实又没有弹性 就是说 他在很多问题上的芥笛 突然 他要放下了 他只要不在乎 很多东西 他就不会去 争啊 去渴望啊 去不择手段 他就不会走 他不在乎 他还值得不值得 说我喜欢 举个例子 我喜欢这个杯子 你也喜欢 那今天是我的 我就拿着 我就用 是吧 这不是你的嘛 是吧 那我拿着用 那不代表 我说 不是我的 是我的 我也不用 但是 但是有一天说 有些东西说 哎 你拿走了 或者是说 你一定要 这么说 我要抢了 也挺累的 我抢了 什么都不问 我说 你拿走 拿走 就是这样 可能就这样 就是他也不会说 人世界就是这样 法则嘛 但是说 你太过分了 那可能问问 就是你怎么那么过分 你拿走又怎么样 你拿走开心了 开心 你要真的能才到开心 而且你拿走 造了一夜 还挺麻烦的嘛 如果你拿走开心了 倒挺好的吧 我也不在乎 他就是你不在乎 你心里 你心事上 怎么做 你心里无所谓 他说你一句 或者是他抢你这个杯 你都无所谓 就心里面不说 但是人世界游戏规则 你还要讲 就是你不要无缘无故 怎么样 这样做 你这样做 会有些因果的 但你心里不动 你心里不 不伤心 也不恨 也不称赫 也不抱怨 坦坦荡荡的 这个世界反正就是这样 你挡不过他 他抢走了 就抢走了 是吧 人家老虎来 你跟老虎抢走 人家肯定比你 跑得快又抢得快嘛 抢走 老虎拿走了 没了嘛 然后你问的时候 叫老虎抢走了 没了 是吧 你还生啥气呢 是吧 然后他说 你的就让老虎抢走了 你的就不让老虎抢走了 你的也遇上老虎了 你还能咋地 是吧 打不过嘛 又打不过又能什么 反正就这样 就地球上就是资源就是这样 反正资源有限 人口正多 谁巧他算谁的 你说不公平 被公平你厉害的 说要按游戏分配 那也有按游戏分配的 那你就去那游戏法则里去做 慢慢来 那也这样说 有人说 那清炼战争是对的了 是吧 他有因果呢 当然也不可能是 无缘故有人这样去 就起念 就像很多人说 哎 你心菩萨道的 人家抢走你 你不支撑 那不这个世界 所以那战争啊 什么呢 那日本 任何国家还抢你 你坐在那别都让他抢嘛 问题是国家不允许这样 也没有一个国家 人民允许随便另外一个国家 抢 我说的是小范围 比如你妈抢了 你姐抢了 你的朋友抢了 你就算了 就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说的是 你爱的 爱你的人 不是国外的侵略者 大家别 一定要把它延伸到那么大的阵子啊 当然外国人说是 进来请你国家 那保家卫国嘛 那是一种 那不是瞧不瞧国土的 那不是 那是一个说 你保卫祖国的问题 杀神了 这是你修行嘛 修行就身边这些家里 那是赌扬的 不瞧国家 你不瞧地 帮助吃 我看 你不瞧 威洪 现在 你不瞧 也不瞧 就是我看